你看 昨天駐美代表夏美琴 跟美国在财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 他们一起共同签约 签了什么呢 签了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首批协定 我们的这个经贸办说 哇 这个其实是开了一个头 这个头就有助于接下来 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加入CPTPP 甚至外交部也告诉我说 甚至在明年的下半年 台美的FTA也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 那台美贸易倡议 大家觉得这个名称 我很难念 很绕口 它到底可以干嘛呢 来 它其实处理了蛮多 受益对象我们看这一栏 货运业者 快递业者 报关行 货主 出口业者 受高度监理的 像是通讯 医药 还有你打算要到美国发展的 中小型服务业者 中小企业等等 这些就是第一批 会受到实质优惠的这一群人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中国一定要跳脚啦 它不跳脚就不叫中国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美国不可以借这种经贸的名义 向台独分裂式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所以他认为这个叫做美国向国际发出的台独的这些错误信号 那最好玩的是什么 最好玩的是台湾啊 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说 然后你不实质审查 他也贸易协定 加剧医美论 也就是说他跟毛宁好像同一国 你怎么变毛宁的跟班赛汉啊 这个要请教一下小方了 其实刚才这个时期把受贿的对象讲了很多 最主要我简单一句来讲 这些都是台湾现在在全球最大竞争力之所在 是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要签21世纪贸易倡议的原因 因为现在台湾在国际上面 人家看到了我们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包括台积电 还有今天的这个股票 事实上因为美股涨 昨天美股涨 所以今天台股在台积电的带动之下 其实今天的台股也表现得非常不错 那台积电代表的是什么 黄云勋来到台湾 我们大家看到的是AI 这些都是现在台湾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地方 可是台湾因为我们就被中国打压 上个月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连要加入WHO的其中一个会议叫WHA 我们跟人家讨论讨论 我们去当观察员 你看看中国是怎么压着他的那些小朋友 来制止台湾来加入这些的会议 所以台湾如果要寻着过去的这些贸易 你要去跟人家签FTA也好 或者要去跟人家签任何的协定也好 中国早就在里面 穿边边给你担透 他就是要拒绝台湾 所以我们要如何第一个 要绕过中国的封锁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跟美国来签 21世纪贸易倡议的一个架构 这是一个全新的架构 所以台湾才能够摆脱被中国的干扰 那是走势一条全新的路径 这是蔡英文政府从2016年上来以后 我们看到说在外交上面最大的突破跟进展 过去你如果寻着贸易的所有的洽签的管道的话 我们大家都很难了 而且美国在国际上面 这个不管经济或者是军事都是第一名的强国 所以这个带头大哥 直接先帮你开了第一道门 后面小弟大家跟上 因为国际上面 这个当然美国是有带头大哥的作用 可是国际上面还有一个规矩 就像联合国的规矩一样 不管大国家小国家 一个国家都是一票 那所以大家如果举手投票的时候 中国只要笼络好了那些南方国家 对台湾就是相对的不利 所以我们要如何绕过原先的贸易架构 原先的国际架构 这个是需要创意的 我觉得蔡英文政府在这个外交上面的创意 是真的值得肯定的 好我们看到了那个小图当中 这个贸易的这个倡议呢 事实上分成很多块 那我们现在完成的是这一块 比较深黄色的这一块 那其中呢就是有关于法律架构的这一块 那这块的讨论呢 就还有国内服务业的规章 法律制度反贪腐 这些都是国际上面大家共同的原则 一块一块拼起来 对如果这块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共同完成之后 马上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国家 他们就法制啦 或者是就这个服务业的规章 他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依照21世纪贸易倡议来跟台湾签 我举一个例子 也是在五月份 我们看到了说美国也是在跟这个其他的国家 在APAC的时候签到了 有谈到了IPEF 那个叫印太的经济架构 那个印太的经济架构也是从去年开始谈 那印太的经济架构总共有14个国家 其实也是这个概念是非常相继 要怎么样我们要跟中国 特别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很多的这个朋友都还有印象 那时候要买车的时候缺晶片 要买所有东西缺晶片 为什么 就因为中国当时疫情一起来以后 全世界发现说晶片缺乏 如果被中国垄断市场的话 那该怎么办 所以IPEF也好 他们就在讨论有关于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要这21世纪一签完以后 就可以跟IPEF的国家一旦 这个可以合并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签以后 FTA就非常容易 那台湾未来CPTPP也非常容易 这些都是我觉得未来应该可以预期的 那中国的跳脚 其实这个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那中国自己内部的状况 恐怕也是多到不像话 这个部分其实小方也帮大家准备 譬如说习近平不是要当皇帝吗 他取消了这个不得限制连任的 这样子的这个条款 结果现在呢就传认说 那你没有指定接班人这件事情 会不会使得中国 你面对自己内部的经济不好 你的政局恐怕也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这个对中国人来讲 或者对于全世界了解中国历史的人 像宇嫂老师来讲 这个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中国在历史上面只要隔代指定接班 或者是有密照接班的 哇 那个都是 你还记得我们最近的那个雍正 那个柯文哲最喜欢雍正 在那个那个霸王夺敌有没有 正大光明表 那个康熙的那时候霸王夺敌 所有只要你没有清楚的 你不是透过光明正大的接班程序的话 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所以呢 美国他们就去研究 中国的历史上面有多少位的皇帝 那他在这个接班上面 因为指定的接班人不够透明 不够这个受到大家 然后大家群臣如何的来攻击他 形成政变 他们还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是中国现在内部 这个很大的一个恐慌 但是中国现在更大的一个恐慌是什么 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 像我们这个退灵环更 这个本来就我们之前谈过的 那中国现在还干了什么事呢 中国现在跟一带一路的国家 在追讨他们过去欠钱的这部分 这个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实在是非常惨 他们都更穷 更小 还要完蛋 迫使这些国家会 他们的财政绝对是崩溃的 以斯里兰卡已经崩溃了 蒙古呢 以蒙古这个国家 它的外汇存体大概剩下八个月 外汇存体是干嘛 在支付 比如说国内 你的一些的利息 学校 或者是一些基础建设 蒙古这个国家大概在八个月 外汇存体也打啊打啊 没了 一个蹦子都没了 那你以为蒙古是最严重的一个国家吗 没有 中国的好朋友 那个叫巴基斯坦 不是刘和元的那个 跟以色列 对 不是以色列的旁边那个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更惨 两个月到底 所以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所以那如果这些国家 如果一旦 如果钱还不出来的话 那这个国家就破产 它就破产了 就跟斯里兰卡一样 它就像以前星巴威 一张纸钞 50亿 这种的 天哪 好惨 那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以斯里兰卡来讲的话 斯里兰卡的总统 那个时候跟中国 借了一一屁股的债 他在他自己的家乡 盖了一个机场 结果呢 那个机场呢 不但飞机没有办法起降 现在被发现 被空照图发现 现在都是大象在那边 在那边游玩 对 大象 不是飞机 是大象 在那边游玩的一个场域 可是呢 这个却造成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崩溃 人民是非常非常惨 可是呢 它又颠覆了地缘政治 又颠覆了国际的金融秩序 甚至于因为很多的国家 它有一些稀有的矿产 比如说像肯雅 肯雅也是在这些国家当中 黎矿那这些都是会让中国呢 会成为世界上面 其他国家认为中国 它的野心会更加明显 因而大家会共同去反制 中国的一个标的 在这些国家计算